在星球毁灭之前 我们发行新星照海洋 终于在标语围时 我们找到了它 它已经将幻灯再次升级灵 海洋均勒布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 主持人海洋 谢谢 好好好 谢谢 大家好 这里是海洋俱乐部 我是海洋 大海的海 阳光的阳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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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严肃一点 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朋友们 其实一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在隐藏自己的身份 我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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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过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来自于外星球 其实我真正来到地球的使命 是拯救全人类 让你们把笑声留在脸上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呢 一期又一期的节目 早晚有一天 我们可以把全中国人民 那张郁闷的脸 那层面具 接下来 也有很多朋友 我们节目播出几集之后 跟我说 为什么每一集 你都拿一个苹果呢 因为朋友们 我觉得和苹果发生关系的男人 都是有智慧的 你看 乔布斯 凭借一个苹果 改变了世界 牛顿 因为一只苹果 让我们很多这些岔生物理不及格 那我想通过这个苹果 也告诉所有的人 我为了大家看起来 我更苗条一点 我真的在减肥 海洋之乐部 欢迎你加入 海洋之乐部 我们幸福的家族 海洋之乐部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点什么呢 我先说点我自己的事 行吧 我知道啊 在这座城市里面呢 我们很多人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 我们有不同的职业 我们像一个小人物一样 在这个城市当中打拼 努力 想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刚才我在录节目之前 在电视台的楼下 我看到了一个人 我心里面呢 就很有感触啊 是一个小伙子 他在那卖蛋挞 就是那个小蛋糕那类的东西 你想想这大夏天的 他就暴晒在太阳底下 好几个小时啊 可是买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中午饭的时间他也不吃饭 就喝那一瓶矿泉水而已 一口一口的喝矿泉水 我觉得他实在是太可怜了 我就盯着他手里的矿泉水 我思绪万千 后来那瓶水他快喝完的时候 我就默默地走过去 我就问他 我说小伙子 这个瓶你还要吗